接著來關心國際的最新消息 前蘇聯最後一任領袖哥巴契夫本週二去世 生前爭議和他與現任俄羅斯總統普清的交流 也讓俄羅斯猶豫是否舉行國葬 不過普清一號已經前去瞻仰遺容並獻花 哥巴契夫葬禮跟告別式將在9月3號舉行 不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表示 當天普清因為工作行程無法出席 因此先提前來向哥巴契夫致意 另外哥巴契夫生前推動結束冷戰 促使德國統一 德國的首都柏林也下令週末 哥巴契夫葬禮期間 公務機構要將辦起來致哀 致敬這位柏林的榮譽公民